雍,按诗经秦谱中记载,志玄孙德公又喜于雍,显然,雍从先秦开始就已经作为地名而存在,在依据史记记载,德公元年出居雍城,县公元年只从死二年,成立阳,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秦国从秦德公开始便正式立都雍城,而后直到秦县公二年才迁都立阳。 那么,从秦德公到秦县公之间的这段时间,究竟有多长呢? 在依据史记中的记载,这期间,秦国总共经历了将近十九位君主,在时间上则几乎是运等于三百年。 三百年看起来是不长,但是要知道,秦国从建国开始一直到秦帝国复密,才总共五百多年。 所以说,秦国的历史,其实有一大半都是在围绕着雍城,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? 仿照战国时期,魏国建都大梁,因此便被后人称为梁国。 那么秦国在雍城建都长达三百年,是不是也可以叫做雍国呢?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,再看张寒又是什么时候授封雍王的。 以蒙,张寒见项羽而流涕,魏言召告,项羽乃立张寒为雍王,智楚军中,使记项羽本计不上。 张寒是在率领秦军投降项羽后,被韩室联军上将军的项羽直接封赐为雍王的。 而当时,则为秦二十三年七月左右,基本上还是秦二十胡亥在位期间。 那么,项羽如此公然封赐张寒为雍王,其用意如何,自然不言而语。 换言之,那时的秦国其实也可以叫做雍国,而当时秦帝尚在,却已有雍王。 这难道不是项羽在为最终公业秦国奠定余力基础吗? 这与张寒第二次授封雍王,则是在汉元年正月,项王乃立张寒为雍王,王咸阳以西不废邱,项羽本计如上。 项羽虽然依旧还是封张寒为雍王,但也正是确定了张寒雍国的领地所在,即咸阳以西之故秦领土,据为雍国之地。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,此时的雍国就是另外一个秦国。 当然,这种关系不仅仅表现在他们高度相仿的名字上,就连领土,雍国也基本包含了秦国最初崛起的所有地域,而那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个唯顾秦立都三百年的雍城。 再看此时张寒所控制的十几疆域,总共包含顾秦内史郡一部,北帝郡全部,以及陋西郡全部。 显然,相比赛国的那史郡大部和敌国的上队而言,雍国确实够大,所以仅仅从版图上而言,雍国能作为三秦霸主也是毫无疑问的。 并且,雍国还有一个其他二国都没有的趋位优势,那就是雍国后方是真正的安全。 同时,雍国进攻其他国家也是非常方便,尤其是相比汉国的蜀道南,更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。 至于雍国的人口,虽然说雍国之地都荒凉,但现余面积太大,人数肯定少不了。 同时,关中大乱时,自然也有大批勤民主动向陋西等边郡迁迁徙,因此保守估计,雍国人口应该是不在百万以下。 所以说,雍国无论是在疆域面积上,还是人口数量上,亦或者是区位优势上,都远远超过赛。 第二步,下面再说,雍国的具体构成,雍国重要人物,雍王。 张涵,前205年6月基本世纪,初为故秦少府间,后遭逢陈胜之变,临危授命,被秦二世败为大将,奉命领军出征平派,期间指挥战役无数,毕功无数,杀敌无数,奈何秦情内部朝臣清亚,被迫于秦二十三年投降储君向羽部,未向羽败为雍王。 汉元年,张涵再次受封雍王,领固秦贤阳以西所有疆域。 汉元年8月,汉军由故道县突袭陈仓,汉雍之战爆发,期间张涵军先胜后败,无奈之下,只得聚首都城废丘。 汉二年6月,随着赛,敌二国全部覆灭,以及雍国除都城外的所有郡县具备汉军攻占。 孤立无援下的雍王张涵,遂在汉军破城前自杀,此,雍国随即宣告覆灭。 麾下重要人物,张平,前205年1月,为雍国太子一寺,雍国重要军事统帅,负责雍军南线战士。 其人曾多次击败汉军,亦多次为汉军击败。 后于汉二年正月,为汉军立商部所俘虏,杀之一寺。 姚阳,为张平副将,曾协助张平参加咸阳保卫战,为汉军击败。 中磊,为雍国大将,于寻义为汉军立商部击败。 苏藏,为雍国大将,于尼阳县,为汉军立商部击败。 于马同,为雍国中郎骑驾,汉元年于浩愁投降汉军,后跟随汉军东征,期间累计战功,升为司马。 最后,因参与击杀项羽一亿,受封列侯,十亿一千五百户,见中水侯国。 汉孝文第九年,于马同并逝,汉庭为奇事好庄侯,王州,为雍国骑驾马。 汉元年于废丘投降汉军,后跟随汉军东征,累计战功,期间升为部位,又为将军。 高地十二年,王州以功受封列侯,十亿九百户,见高陵侯国。 汉少第二年,王州并逝,汉庭为奇事好女侯,杨喜,为雍国郎中骑将。 汉二年,于渡县投降汉军,跟随汉军东征,立功不算。 后因率部成功拦截住项羽军归路,为诸杀项羽守攻者,遂因此受封列侯,十亿一千九百户,见赤泉侯国。 汉孝文帝十一年,杨喜病逝,汉庭为奇事好庄侯,雍国国家制度构建,为秦制,雍国占据顾秦相土,秦内史郡小部,北地郡,隆西郡,又等于今天陕西省一部,甘肃省一部。 雍国军备情况,按人口百万数,以及雍国与汉交战数量之多,则雍国军队保守估计应在十万以上,此处纯属猜测,雍国存在时间,成立时间,汉元年正月,灭亡时间,汉二年六月左右。 完。